金属铝,原子序为13,常用至高高强度清合金,效率叙述,何者错误? 首先我们先看A选项 铝原子的可乘,电子数分别为283 首先我们就电子排列而言来看一下 原子序20之前,也就是钙元素之前的所有原子 第一层最多只能填入两个电子 第二层最多可填入八个 第三层最多可填入八个 因此对金属铝而言,铝的原子序为13 因此第一层两颗,第二层八颗,加起来十颗 我还有三颗只能填入第三层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B选项,铝原子的价电子为3 价电子就是指最外层的电子 因此我们来看到这边 2是第一层 8是第二层 3是第三层 因此最外层,也就是第三层 它即为价电子 因此B选项也是对的 接着C选项,铝为周期表中第13层元素 这也是正确 因为13层刚好也是3A层 3A层若是A层而言 价电数刚好就是它的主数 所以价电数3也就叫做3A层 C是对的 第一选项,氧化铝化学是为AL2O3 我们看到第一选项 铝为3A层,氧为6A层 铝是金属 金属容易失去电子而形成三正 氧是非基础,容易得到电子 多得两个变成八语体 结果为二负 因此两个要化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ALO3正二负 铝就需要两倍 氧就需要三倍 才可以电中性平衡 因此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最后一选项 铝原子AL3正的电子数与亚 AR电数相等 我们来看到这一边 铝三正的话表示 2,8,3 三个电子不见得 剩下10个电子 这就是AL3正 总共10个电子 但是亚 原子序为18 两个并不相等 所以第一选项是错误的 答案为第一选项 这就是三个电子 没有遇到 这个电子 有没有遇到 有没有遇到 这就是 那么我们来说 那个电子 是对的 在电子上